今天到了这个制作老味高干的地方 咱看一看他这个老味高干是怎么做的 师傅你这是做什么呢 高干 高干 这是面粉 米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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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么细啊 不细就行啊 不细口感不好啊 吃这个高干就是要吃这个口感啊 口感啊 这熟的是生的 就是生的 生的 要蒸 弄一个草 那个草放馅了 里放馅的 芒果味 这里包的馅就算 颜色多漂亮 换一种馅 这是什么馅 豆沙 豆沙的 这豆沙是嚼的 嚼的 纯手工的 纯手工的 这插不了脚 插不了脚 油馅 这油馅做起来更麻烦 好 用油炒 炒的啊 师傅你干多少年了 30年了 30年了 干这也是个技术活啊 豆沙是天津 天津味啊 最认可的 最认可的一种食品啊 对 是不是这个高杆是在天津 独油的 只有天津 只有天津油啊 我不好意思 这油炒的 油馅啊 油馅啊 豆沙有油馅和水馅之分啊 这炒的 你看这下面都是油啊 对 这是个技术活啊 这好吃啊 好吃 嗯 好了 哦 这盖 这个盖上了 哦 又撒一层啊 哦 又撒一层 把它盖上 你看这个面粉 一细 特别细哈 它的口感都好 哦 吃到嘴里面口感都好 哦 我闻一下这个大米都有个清香味啊 你看 嗯 是是是 味儿还不错 把它 抹平啊 抹平啊 盖上啊 把它盖上都成功了 抹平啊 抹平啊 够平的 哦 现在就开始 花成块呀 哦 花成块 不是弄熟了花成块 不是 熟了你都不好花了 哦 熟了就粘了啊 哦 对啊 哦 这一天也做不了多少啊 十几盘 十几盘 20盘 你存手工的 太麻烦啊 麻烦 所以说这个东西都 老的天津人 最喜欢吃 嗯 天津人特别喜欢吃是高感啊 这就是天津的特色啊 对 这个就是完事了 哦 剥的 就撤下来了 哦 现在这盖上都完事了 哦 就开始蒸了 就开始蒸了 哦 哦 蒸必须开锅蒸啊 哦 哦到了啊 到了啊 几分钟啊 哦 九分钟啊 哦 嘿 放的什么啊 这个是青丝玫瑰 哦青丝玫瑰 哦 点缀 哦点缀啊 漂亮啊 哦 哦 再翻过来哈 哦 哦 哦 那 再翻过来 再翻过来 呵 漂亮啦 哦 哦 这就可以卖了 对 哦 一盒 六块 对 一盒 哦 哦 两块是三种馅 哦 三种馅 哦 哦 开始排排队了哈 等会儿啊 嗯 造妮的 造妮的 嗯 嗯 哼 这好